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也是梦里修 对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 现在连政府部长都紧急隔开了 不敢让他们在一起工作 万一在一起工作确诊怎么办呢 特别是公共五角大厦里头 就37个人确诊了 中国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 狙击绕台呢 当然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 那个大陆选择 趁乱 要趁美国人乱的时候 要美国人的命 当然昨天的这个 我们担心是趁美国人乱的时候 要我们 不过昨天要想一下 就是说昨天的 它并没有绕台 它昨天其实真的没有绕台 它怎么一回事 它是群聚在我们台湾的 就是我们讲到 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 大概在台湾 它还在过去一些地方 然后一堆 然后就往南走 在往南走的过程之中 有一些飞机因为 所以跟过去的绕台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当然真正的原因 今天我也跟大家讲 就是说它是怎么一回事 是因为刚好 美国的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 跟两栖攻击舰 美利坚号 前几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次 对不对 在黄岩岛附近演习 所以对它来讲 这是多好的 晚上练兵的机会 我晚上我就来练兵 如何去打美国人的 航空母舰战斗群 所以是戒指老美 对 其实戒指老美 当然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什么 他们这一次是一个夜间综合多机种联合演训 夜间综合多机种联合演训 对 好 第一个是夜间 夜间很不寻常 其实夜间倒也不会不寻常 怎么说 这样一讲 好像感觉基础很奇怪 但其实只要有空军的部队 或说像这种航空兵的部队 他晚上一定要进行演练 只是他过去演练 晚上大概比较不会挑在台湾附近 因为在这次事发地点 他整个东部战区跟南部的战区 很多的军机场的飞机起飞 都要经过台湾滩附近 就是澎湖的西南角 然后那个地方 他经过那个地方 然后往南边走 你看夜间的作战 它为什么很难 因为夜间 第一 飞行员他完全看不到外界 所以他其实没有那种 天空 地面的参考点 在夜间飞行的时候 第一 很容易空间迷向 就摔掉 所以夜间反而要更常练 那夜间练 另外我们现在讲 现在的这种作战 都是多几种联合组合训练作战 所以你看它是出来飞机很多 包括像空警500 包括像歼11 还有包括像轰流轰炸机 其实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对我们刚刚前面讲 对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 突袭的一个整个编组了 为什么呢 第一 我们像 当然可以对美国的航空母舰 打击群进行编组 同样也可以对我们形成很大的威胁 但是我们觉得很奇怪 是第一个刚刚我们谈到 夜间制在过去比较少 比较少 第二是 过去不是都轰流来吗 因为阿关是军事小笨蛋 所以搞不清楚 每次看到都是轰流 为什么这一次是空警500呢 空警500 带着歼11 带着轰流 为什么 因为你看 今天我们飞到海上 海上很大 海上 第一我们刚刚不是讲 晚上什么都看不到 对不对 其实如果你飞机在空中作战范围 它要看到的范围要更大 那这个时候 你今天中国大陆没错 在南海填了很多岛 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 地上的这些岛 离他线 比如说这次的黄岩岛 很远 对不对 大陆的 在这些岛上面的雷达 根本也看不到那边发生什么事 好 这个时候就要有空中预警机出去 空中预警机重要 重要在什么地方 你看它 这是空警500 对 它是另外一款 现在中国大陆有好几种 空中预警机 它机背上背一个大大的雷达的天线 雷达天线是干嘛的 就是它等于把整个雷达搬到天上去了 我在空中我就可以看很大 以前我们小时候玩这个官兵桌 它背空几500是去 征搜吗 它其实是整个战场管理 也就是说我今天 战场把风 它出来了 它躲下来了 因为海上没有雷达战 我刚刚讲 海上没有办法有雷达战 所以海上 你雷达完全看不到 这个时候我把雷达放到飞机上 然后我飞机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可以看到 区域范围就更广 对不对 而且我今天看到 我还可以对我看到东西 做包括目标的认证 我看到是不是敌人 是朋友 是什么军舰 是民用的船只 我通通标定定位以后 好 这个时候我通知 歼11护卫轟6 然后轟6到哪个位置 对这些军舰模拟发射反舰飞弹 而且发射了一大堆 那这次还出动了歼11 对 歼11要护航 今天说实在 它如果说今天我要攻击 这个打击群 或对我们台湾来进行攻击 它一定会预期 我们会有反制 美军也会反制 我们也会反制 所以这个时候 歼11就要在夜间 跟它做联合的训练 要为这些轰炸机提供护航 也就是说 不然的话 轰6其实是很好打的目标 如果说今天我只有轰炸机出去的话 敌人看到只有轰炸机来 太好了 给我们上菜 对不对 我们战斗机就蜂涌而至了 这时候如果它有战斗机护航 这时候我们的战斗机 要能够成功地 把它的轰炸机打掉 是不是相对来说 难度就变高了 另外我们刚刚讲到 它透过这次的训练 它把空警500预警机 轰6轰炸机 跟歼11战机 它把它完全那边 在一个编组上面 这个时候就我刚刚讲到 我今天我站在这个高处的楼上 我看着底下大家的动态 我知道赖老师 我知道蔡总在哪里 我就跟潘老师讲说 潘老师我跟你讲 你就迂回走过去 从背后通行他们 或从哪边攻击他们 这个时候就是预警机发挥的功能 孙妍刚刚笑语说 昨天晚上的鸡群群聚 不要说绕台了 鸡群群聚是剑指老美 但其实我们还是很担心 担心什么呢 因为最近有一些不寻常的动作 包括解放军为什么突然去买很多防弹衣 观众朋友可能会认为说 买防弹衣没什么 这不就像枪杆买子弹一样 那可不一样 防弹衣不能放 就像蔬菜水果一样 通常我们采购一定的量 但不可能三个月的菜都买回家 会坏掉 防弹衣据说也会坏掉 所以他突然采购那么多防弹衣 为什么 他可能会对未知的未来 做一些准备 这是事实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所以当然是为作战而准备 对 就是说今天第一 他陆军要买这个 他这个04式的这个防弹衣 防弹衣他主要的部分 他本身这个外面这些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战术背信的 这个部分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很内衬的 这些防弹材质 这些防弹材质 有些是用一些锯质 那你也有保存期限 通常就是时间摆得越久 会越来越差 因为你这个 把它压搭在一起后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时间久了 那它会氧化 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那到底可以摆多久呢 不一定 大概通常摆个六年 六年八年十年 不一定 那他这一次的这个情况 但是他是六年八年十年以后 才会开始采质变化 还是每一年都慢慢 有效使用期限是五年 也就是说 至少大概五六年 六年以上 慢慢他就可能不行了 所以这一次 他等于说是把过去旧的 要做一个推陈除新 等于说我旧的 时间差不多到了 然后我要准备买新的 让这个新的来态换旧的 但是其实你看 那当然你说 这个时候买 因为他这次买比较特别 是他数量太大 他的数量买了非常多 他买了多少 大概八十几万套 甚至于超过八十几万套 也就是说 以解放军陆军的人数来讲 他们去分一分去算 一个人可以分到1.6件 每个人分到1.6件 干嘛呢 就代表就是说 他其实已经预期 未来他可能不仅仅只是 原先的解放军的人数 可能需要 甚至于可能后面 还会动员到后备兵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就要多准备一些 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 他还另外有再多做一些准备 所以他有作战的准备 不管是跟谁 应该说军队的特色 就是会为未来的 最坏的情况 要做到最好的准备 现在已经在做 最坏的情况 对 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包括你看他顺不至于还买了 我们刚刚讲到 之前也跟大家讲 075两栖攻击舰 也买新的 另外他们现在在 075是剑指谁呢 他是去两栖 两栖登陆这个平台功能 所以很多人说 075是为台湾 可能可以这么说 另外像他现在买很多运20 我们之前讲到 他现在如果要 发动这个三栖突袭的话 运20会是个 很重要的载台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大陆基本上来讲 可能会对未来发生的 可能的武装冲突 开始在预作准备了 所以不论他的鸡群 群聚在台湾附近 是建制美国 还是为攻台做准备 我们都有点担心 全世界都在担心 到底还有哪些破口 没有堵住 而现在的疫情 未来会怎么走呢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前疾管局长 苏宜仁讲了一段话 我好紧张 问一下潘老师 他说台湾的确诊病例少 民众体内大多没有抗体 倘若关键来了 到了冬天的时候 也就是下一波疫情 来临之前 没有研发出 可以用的疫苗 那么台湾人将成为 最容易染疫的族群 那冬天会有疫苗吗 那为什么所以人会说 如果冬天没有疫苗 台湾人成为最容易 而且最危险的族群 对 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是我们人类没有见过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 所谓对抗它的抗体 只要得到之后 就一定会 大家都没抗体 全世界都没抗体 为什么是台湾人 不是 但是因为他说 因为我们防得太好了 防得太好 对 你比如说像意大利 几乎已经全国都已经 都大概得到一遍 假如都得到一遍 他们就有抗体了 就像英国提出来的 佛系防疫 就让他全部都得一遍 所以他们就都防疫了 那我们因为防得很好 所以都没得过 所以等到人家都得过 我们没有得过的情况之下 人家自由跑 我们只要跟他一碰 我们就得到了 听到意思了吗 就我们防得好 反而会造成没有抗体 因为你没有人有得过 这是自己人的观点 但是他有几个前提 有个前提就是 没有研发出可用疫苗 最关键是 到底在冬天来临之前 会有疫苗可用吗 因为根据所有的媒体 我看到针对疫苗的时间都说 少则一年 多则一两年都有可能 他最有可能出现疫苗的时间 大概是在2020年的年底 是最有可能出现的 也就是说不论你世界过各国 国力多强多厉害 或你听到任何的新闻 大概出现的时间在2020年年底 所以苏伊仁才会讲说 如果到冬天的时候 还没有研发疫苗 这时候就比较会有问题 但是在那个时候 刚好也就是有可能出现疫苗 你有没有看过有些电影 两边的军队在打仗 然后瘟疫横行 然后所有的军队都倒在地上 然后都死掉了 谁先站起来拿起枪谁就赢 然后这时候 只要有一根疫苗出现的时候 他要往身上打 他就会抢那根疫苗 因为谁打下去谁就站得起来 所以现在都在抢疫苗 好 我们来看 美国竟然希望德国的疫苗 现在据说已经研发出疫苗 能够独家采购 仅供美国都市 川普准备砸重金 300亿 他准备花300亿来收购德国 生物制药先锋所研发出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而且独家采购 仅供美国独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也说他们有疫苗了 他们说他们新冠病毒疫苗 4月要开始适用 然后经过人体实验之后 就可能有疫苗 好 另外 我们台湾也说我们正在研发疫苗 是胡哲明 他说要用奈米粒子模仿病毒的外形 做成中空里头装入强效阻剂 说实话我是看不到 比传统的疫苗更有效 结果他发现 小老鼠体内可以产生的抗体 长达300天 也会强化杀手T细胞 所以台湾也在研究疫苗 现在全世界各国都在研发疫苗 谁先掌握疫苗 谁就掌控疫情 如果你有看过那部电影 叫做全境扩散的话 那么当时美国人疫苗 研发出来以后 因为美国有将近3亿人 他其实要量产出 3亿个人都有的疫苗 其实速度是要花很长时间 结果在全境扩散那部电影里面 你知道他怎么打吗 是用抽号的 就是你那个彩券抽号 抽生日 就是你的生日是 几月几号的那个先来打 抽到几号就来打 这全境扩散 如果你有空你回去看 然后甚至在澳门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澳门有一个警察 他原来出生的村子里面的人 已经死去大半了 只剩下一些残存的人 他为了要救那村子的人 要拿到疫苗 因为他知道 疫苗永远都握在强权者的手里 绝对分不到澳门的那个小村庄 但是他有一个责任感 他认为说 我是这个村子长大的 我就要为剩下这2 30个人 拿到他们续命的这个疫苗 所以他悍然的绑架 当时WHO派去的一位女性官员 然后用那个女性官员 跟WHO勒索 要求200支的这个疫苗 要给他村子人打 你就知道疫苗多珍贵了 多珍贵了 所以因此川普砸重金 是合理的 因为他会有得到两个 非常重大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是德国先做出来的话 德国的疫苗 第一次量产 只供德国人使用 他不会先流出来 然后德国人用完之后 他第二波给他会给谁 川普砸重金是合理的 因为他会有得到两个 非常重大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是德国先做出来的话 德国的疫苗 第一次量产 只供德国人使用 他不会先流出来 然后德国人用完之后 他第二波给他会给谁 他会给欧盟 错 他会给欧盟 因为欧盟是他的会员国 所以连英国都拿不到 因为这是规定 因为他有一个合约 你是说川普没有买到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买到的情况下 德国一定先给德国人用 当然 这合理 然后完了就给欧盟用 那我是说 如果川普真的砸下300亿 买到这个独家采购疫苗 那就变成美国先用 可是美国若先用的话 德国人会觉得你不够意思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德国人的智慧 德国人做出来的 你砸重金买走 所以因此这一次 据说德国已经拒绝了 先锋公司已经拒绝了 先锋公司持股人 他占90%持股的这位德国富豪 已经悍然拒绝 已经拒绝了 因为他是爱国主义者 他不可能把他卖掉 德国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德国人也开始跟先锋制药 有开始谈 就制药先锋开始谈 所以基本上来讲看样子这一支疫苗 基本上一定是德国人用 目前从我在数据上 所有的媒体上看不到 他是用什么样的疫苗 因为我们疫苗有很多种 有六七种七八种 所以因此 但是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他最快 今年9月可以上市 9月可以上市 9月就等于是在下一个冬天 来临前就出现了 所以如果他有这么快的话 那大概他是第一支 因为目前来讲 美国的那一支疫苗 美国有一支疫苗已经启动了 好来 这就是 MRNA1273 对 这一支目前来讲 他最快要18个月后 所以他最快的这一支 所以他去抢德国的 对 因为他自己来不及 所以他最快的这一支 也要到2021年才会出现 那中国新冠病毒疫苗 4月开始使用的 这一支是刘鹤领军 他们所研发的那一支 对 那这一支 这一支是第一次人体实验 因为我们做疫苗 他是这样就是说 你先设计你要做成 什么样的疫苗 我刚刚已经讲六七种 七八种 然后你设计好了不算数 因为为什么 因为像大陆 他设计了大概八种疫苗 然后做完动物实验 要先确定安全性 跟有效性之后 才能打进人体 那这一边的这一支疫苗 是打进人体的那第一个动作 那才开始启动临床试验 但是临床试验的启动 依照WHO所有的规定 还需要大概一年的时间 好 那药会先出来吧 所以我们来看 大陆科技部在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法匹拉尾临床疗效很好 已经治疗了64位 微重症患者 这代表药应该会比疫苗 更先出来 对 药会先出来 但是药没有疫苗来的好用 因为疫苗只要一打 人就可以完全自由活动 不用停课 不用停校 所有的工厂可以恢复 恢复生产 因为我们都不怕得到了 因为不会得到了 疫苗一打不会 但是药不是 药是你得到之后 你变成重症我可以救你 所以你还是会担心得到 这个法匹拉尾很有趣的是 在大陆一直拿不到药证 所以在大陆没有这个药 但我们台湾有 我们台湾有这个药 台湾你们也不了解的原因是因为 它必须是要在克流感瑞德沙 不能无效时候才会使用 所以我们很少使用 好 那这个药在2019年 就去年的8月份 在这个专利权到期了 到期之后后来大陆发现说 这个抗流感病毒药可能 对新冠肺炎有效 所以因此大陆有一个海症药业 就立刻去利用仿制药的方法去申请 仿制药就是台湾的学民药 就是你专利过期之后我可以申请 然后他申请量产 量产之后大陆就拿去做临床试验 今天好像是今天开的记者会 今天开的记者会是说效果不错 但是效果不错的药有很多 比如说像法匹拉韦 这日本抗流感的药 还有瑞德西韦就你讲的 但是瑞德西韦还没有过临床试验 对 四月份才会过 这个也还没完 只是说效果好 它也还没有过 也还没有过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阿比多尔 就苏联的一个抗流感药 阿比多尔效果也不错 所以这三个药可能到最后会看看 4月 5月出来的时候效果怎么样 所以我们真正可以开始用这个药 得等到4 5月 对 4 5月 但台湾不是 台湾都可以用 台湾的法匹拉韦可以用 在台湾法匹拉韦是合法的药 台湾也有 就是 所以如果他的临床效果不错 我们也许可以旧药新用 可以 台湾这个药可以用 台湾这个药已经是合法的药 那这至少是个好消息 不要让民众这么样的担心 我对自己来说 我啦 我来找owanie 没有那瓶这个画 现在我一人都能做 这个药 因为我先查看 乱들이 有 �+, 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